嗨 大家好 我是肉丝石金霞 今天我们接着聊聊台湾和大陆 昨天我讲了从台湾的真实的历史来看 台湾和大陆的文化就是不一样的 那么今天我们就要讲讲 就是1949年之后 大陆是中国共产党统治 台湾一开始是国民党 后来开始有了反对党 但是国民党统治的时间还是蛮长的 那么有很多专家学者 还有两岸的社会各界人士 可能都会有这样一种 觉得这算是一种共识了吧 就是你就算以前台湾的历史和大陆不一样 但是1949年之后 那应该是这个差异呢 台湾能够走上民主 是吧 然后大陆呢 越来越成为一个专制独裁的帝国 这不就是还是一个是有中共 一个是没中共嘛 其实这个事呢 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这样啊 但是细究其理还是不同的 我们就来呢分析分析啊 这个分析呢我想先说台湾啊 因为很多人我想可能甚至包括很多台湾人自己呢 也对台湾的历史呢也不是特别的 这个这个叫什么了如指掌 所以呢我想呢我就给大家来梳理梳理啊 我这个对台湾确实是很感兴趣啊 我以前做节目也说过嘛 台湾的文化是补育了大陆的文化 我个人呢就是其中的受益人之一啊 那么要说到1949年台湾的这个政局呢 就必然的会提到一个名词叫做白色恐怖 对吧 其实白色恐怖呢 这个不仅是我们汉语的这个使用区域里面 有这个白色恐怖啊 它实际上是在整个这个世界局势里面 都是有白色恐怖这个词的啊 白色恐怖这个词呢 像法国大革命啊是吧 然后呢像美国呀都曾经有过这个白色恐怖这个词 甚至人们也提到美国的白色恐怖呢 就会把那个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呢 那个麦卡锡主义 我们现在不说美国又出了一个麦卡锡是吧 这个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当时呢全世界范围内的这个共产主义浪潮啊 蓬勃发展 以这个苏联为首的对不对啊 当时跟着美苏争霸嘛对不对 那么所以当时呢这个共和党的参议员麦卡锡啊 然后他呢就成立了一个非美调查委员会啊 然后呢这个致力于清除美国在政治啊 在商界呀在文化呀这个教育啊等等各个领域的美国共产党 美国共产主义者啊 这是一场呢清除美国共产主义者的运动啊 叫做呢麦卡锡主义 这个时间呢还是持续了几年 大概从1950年的2月吧 到1954年的12月啊 四年啊四年多的时间 现在呢嗯 你要是在中国大陆的这个历史文化里边一提呢 还会呢就是提这个麦卡锡主义啊 比如说冯小刚的电影啊 什么1942是吧 里边呢啊那个美国记者啊是吧 哎然后就说就说他呢回到美国之后 然后受到了麦卡锡主义的迫害 哈哈就是麦卡锡主义在中国大陆的 这个历史里边呢是被当做一个反面教材的 那么说到台湾搞的这个白色恐怖啊 其实要再往前追溯 要追溯到那个中华民国时期蒋介石是吧 在这个192几年的时候啊 针对共产党是吧 搞的这种啊这个 对共产党的这种 其实反共不彻底呀老江是不是 也是称作白色恐怖 这个我们学这个中国大陆的历史的人 都是对这个词是非常熟悉的啊 那么台湾的白色恐怖呢 也可以这么说吧 就是台湾当局 或者说中华民国当局啊 针对着啊针对着啊针对着那个所有的 以共产党啊为代表的吧 对他的这个统治的反抗 啊所进行的这种肃清 严打就成为白色恐怖 啊其实呢有白色恐怖还有红色恐怖啊 红色恐怖我想我应该下一节课 不是下一讲下一个影片我再讲啊 这一讲主要讲白色恐怖 实际上说起台湾的白色恐怖来 大概呢最严重的一次 应该是在1947年的那个228事件 1947年的228事件 我想我们台湾人一般都都知道这个事件的啊 那么这个台湾的作家讲这个王鼎君 我是非常喜欢王鼎君先生的啊 就是他自己的这个回忆录是吧 还有他讲的那个作文啊 怎么读书怎么写文章啊 给中学生讲的作文这个章法都是挺好的啊 王鼎君先生呢他就曾经说过 他说国民政府能在台湾立定脚跟 靠两件大案杀开一条血路 一件呢就是228事件 设服了本省人 再有一件呢就是烟台联合中学冤案 设服了外省人 这个烟台联合中学冤案呢 也就是澎湖713事件 澎湖713事件呢 是主要是针对当时呢 就是迁台的 当时是国府迁台嘛 1949年就是有5000多名山东省的流亡学生 在烟台的联合中学校长张敏之的带领下 追随他投奔呢 然后迁到台湾继续学业 结果后来呢这一批人中啊 就是啊这个 因为这个学生啊 因为这个 这个 国民党军队啊 然后呢 要想把这个学生啊 什么怎么编 编整 然后学生不同意 然后最后呢 军方呢 就以逮捕叠匪的名义 拘禁了许多人啊 那么这个案子呢 可以说是影响也是非常大的啊 失踪的就有300多人啊 然后呢 这个校长张敏之啊 还有一些学生啊 都以这个叠匪的罪名啊 被压到了台北非常有名的那个 马场厅枪决 啊 这个就是澎湖713事件嘛 那个228事件呢 228事件 我想我们台湾人呢 这个228事件一说起来 肯定大家也都知道 这个228事件啊 他是用王景军先生的话来说呢 是国民政府设服了 台湾的内省人 是吧 这个澎湖713事件是设服了 千台的外省人 那么他当时是1947年的2月28日 我对228事件呢 这个也是属于那种 印象特别深的 为什么呢 因为2月28日是我生日啊 所以我自从就是听说这个28事件之后呢 就就就就记住来了啊 那么他最初呢 是也是国民党警员的 当当时在这个台北天马茶坊那儿 街头这个茶几丝烟嘛 是吧 然后呢 就殴打这个烟饭 临降卖 然后人民呢 就围观呢 警员那个掏枪驱逐 这个围观群众误伤了 是吧 误伤了一个人 然后结果送一次就死了 于是呢 这个在这个事情是发生在1947年2月27日啊 然后次日2月28日 这个台北市民霸市 游行请愿啊 然后呢 又遭到了这个国民党当局的镇压 激起了这个民愤 发生了大规模的武装暴动 是吧 然后呢 最后呢 这个暴动的民众啊 真的是控制了大部分地区啊 然后 当然了 就是引来了 这个驻守上海的21军 在基隆登陆进驻台北 大规模的镇压 最终就失败了 这个228事件啊 就是两个的 一个是228事件 就是形成了一个大规模的 这个流血冲突啊 这个澎湖713事件呢 是一对这个 千台的山东的 这个青年学生 以及他们的校长老师的 这种迫害啊 那么一说起 一说起白色恐怖来 那么我想呢 映入到我们台湾人的脑海的 肯定这两个事件 你脑海里面 啪 就蹦践出来了 是吧 一个是228事件 一个是澎湖713事件 其实呢 这里边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事件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大家呢 就是对这个事件 有多少人呢 就是熟悉啊 特别有意思的一个事件 某种程度上 算是一个 就是一个闹剧吧 但是它确实影响挺大的 就是大力水手事件 大力水手事件 就是呢 跟白羊有关的啊 白羊就是写 那个丑陋的中国人的白羊嘛 就当时是在1968年啊 这已经到1968年了 1968年的时候呢 在这个中华日报呢 这个家庭版啊 就是看出 当时白羊是翻译家 就是他翻译的美国的连环画啊 连环漫画大力水手 然后呢 这个内容呢 就是说啊 就是父子合构一岛啊 在岛上建立私人国家 然后各自竞选总统 那么当时白羊的译文呢 实在有一段是这么说的 他说小孩问大力水手 说老头 你要写文章投稿呀 大力水手说 我要写一篇 告全国同胞书 小孩说 全国只有我们两个人 你知道吧 大力水手说 但是我还是要讲演 然后呢 结果这个刊登出来之后呢 说你这个是影射两讲 因为当时呢 这个蒋中任 就是蒋介石啊 任中华民国总统 然后呢 蒋经国 是吧 担任呢 是中华民国国防部部长 然后呢 这就是个文字域啊 然后就提出报告 然后呢 这个警备总司令呢 二部来开始侦查调查 然后呢 最后还成立了一个 清华专案小组 这个就是呢 这个白羊的这个大力水手案件 这个文字域 当然了 我们看 从这个1947年 1949年 然后到这个1968年啊 随着时间的迁移 这个白色恐怖的 这个程度呢 也有所变化了 是吧 这个闹剧的性质就变多了 这个杀人流血的案子啊 是吧 这个就变得少一些了 但是仍然呢 还是不自由啊 你说人的话 你长了一张嘴巴 是吧 你不是只是为了吃的呀 你不需要说呀 言论自由很重要啊 是吧 那所以我们想呢 你甚至到后来 进入到20世纪 这个末的时候 到20世纪末的时候 龙应台是吧 那还是因为言论而受到迫害 对不对 那就是更晚一些了 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 还有呢 李敖的这个案件 是吧 其实李敖呢 他不委屈 我说什么不委屈 李敖他是真的倾向共产党啊 他年轻的时候还曾经想着 离开台湾啊 这个回归大陆 这家伙也是命大啊 福大 他没走 还没走成 真走成了是吧 他也就知道这个共产党的厉害了啊 但是后来 他老了之后 是吧 他这个21世纪 他回到大陆捞金了 然后他自己的儿子 也在大陆呢 读的大学 这个就是后话了啊 就不说了 那么还有一个案子呢 就是啊 就是这个雷震案 雷震案呢 其实呢 和 白色恐怖中的 很多其他的案子呢 都不一样 为什么呢 因为雷震案呢 其实雷震 他不可能是啊 说这个倾向共产党啊 红色 他希望向往红色政权 他没有这个意思啊 雷震他其实就是 自由中国案嘛 那么他是表示呢 就是他是要组党 是吧 就是说你不能 这个国民党一党专政 是吧 我要组织啊 成立一个新党 是吧 然后呢 要抗衡 可以说雷震呢 就是台湾民主 为了台湾的民主 而不是为了台湾变红 他是为了台湾的民主 那么一说到雷震 肯定也要提到胡适嘛 是吧 在这个雷震案中呢 胡适其实呢 为了雷震这个案子啊 那么在蒋介石面前呢 也是没少呢 就是跟蒋介石距离力争 那么关于雷震的这个案子呢 胡适在胡适的日记里 有很多很多的记载啊 甚至呢 他还就是经常呢 就会抄录啊 这个前人的诗句 是吧 什么这个 万山不许 亦西奔 是吧 这个这样的句子啊 来表达自己的这个心情 那么雷震呢 他就是为了台湾的民主 震呢 就是为了台湾的民主 反对蒋介石连任 是吧 胡适当时也是反对蒋介石连任 然后雷震呢 呼吁要阻挡 是吧 他也是希望呢 这个胡适能够呢 这个去啊 站出来去阻挡 当然胡适是拒绝的 那么这个 拒绝说我来出任 来成立一个新党啊 他拒绝了 但是呢 胡适呢 一直是反对蒋介石的 这种专制独裁的 所以蒋介石对胡适 也是恨得牙痒痒啊 那么这个多次在日记里边 痛骂胡适 可是然而在表面上呢 还要啊 对胡适非常的恭敬啊 非常的尊敬 是吧 然后胡适死了之后 蒋介石其实日记里很解气 然后呢 到胡适那边去悼念的话 还要写一副呢 非常诚恳啊 非常真挚啊 然后高度概括 总结胡适的一生 呃 就是蒋介石呢 他因为 好歹来说 我们拿蒋介石跟谁比呢 跟毛泽东比啊 就是 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啊 就像当年胡适说 呃 有人穿胡适留在这个大陆 是吧 呃 胡适说 我不能留在大陆 是吧 这个因为 共产党和 这个国民党的区别 换句话说 这个毛泽东和蒋介石的区别 那就是什么呢 一个是 自由 有 和无的问题 一个是自由 多和少的问题 呃 胡适这个 这个 这方面呢 这个政治的判断 还是呢 非常的 清醒的 但是他也没有办法 就是改变 呃 他的 呃 家人 比如说他的儿子胡适渡啊 就留在了大陆 后来呢 就这个 自杀了 是吧 在自杀之前呢 也参加了 就是批斗自己的父亲 呃 胡适表示 能够理解 呃 能够理解啊 因为包括胡适当时 在留在大陆的 他很多的啊 这个啊 学生啊 是吧 朋友啊 啊 然后呢 都 呃 来来批他是吧 那胡适都对他们表示理解 那么红色恐怖和白色恐怖 当时其实是同步进行的啊 在台湾有白色恐怖 在大陆有红色恐怖 但我今天这一讲呢 主要讲台湾的白色恐怖啊 对 这才刚开头还没讲完呢啊 哈哈 呃 此外呢 还有呢 台湾的 可能大家也都知道 也都知道的 有印象的 就是比较大的事件嘛 就是台湾的美丽岛事件 是吧 哎 美丽岛事件 美丽岛事件呢 呃 也是发生在 它是发生在1979年啊 是在1979年 那么呃 我看呢 就是大陆 对美丽岛事件 呃 你要是在百度百科上啊 他就说又叫做高雄事件啊 这个国民党当局当时是称之为高雄暴力事件 叛乱案啊 啊 那么 在 这个大陆的网站上 他是这么来给这个美丽岛事件定义的 他说是台湾党外势力直接领导的 与国民党当局展开的一场有组织 有准备的政治较量 所以从这个措辞可以看出来 这个美丽岛事件呢 不是共产党领导的 啊 也就是说 他和雷震的那个啊 这个自由中国案件 有其相似之处 也就是说 是台湾岛内啊 啊 这个党外势力 就是说国民党之外的势力啊 就是呢 想和这个国民党当局进行的 这个有组织 有准备的政治较量 他属于呢 啊 这样的这个政治案件 也就是说 我给大家这样分析呢 就是让大家明白呢 就是贯穿整个台湾的啊 这个政治 啊 斗争 啊 这个也就是 也可以说 贯穿台湾的啊 这个 大概从1947年啊 就算说从1947年开始吧 也228事件算起啊 一直到1991年吧 啊 就是一直到1991年啊 或者说 或者到1998年啊 呃 将近50年吧 就是50年的这种政治斗争 在台湾的50年的政治斗争 其实呢 他啊 这个白色恐怖 他其实和大陆的这个红色恐怖不一样 为什么呢 因为就是在台湾所贯穿的 最初的 就是啊 1947年到1998年 那为什么说 我觉得化到1998年 因为是1998年 呃 这个 6月啊 立法院 是吧 就是 这个 制定了一个啊 补偿条例 是吧 对戒严时期不当叛乱 即匪谍案件 审案的补偿基金会 是吧 然后对什么 228事件呢 澎湖713事件呢 大力水手事件呢 李瑶雷震案 美丽岛事件等等等等 都都进行了 这个有序的补偿 啊 那么我觉得 这就算是告一段落了 啊 但是要追溯起来呢 这个台湾省的戒严令 是在1949年下达的 当时1949年呢 是5月 台湾省的省主席啊 也是这个 呃 警备部的这个总司令 就陈诚嘛 是吧 陈诚就是台湾省戒严令 那么那个戒严令 是一直到1987年 呃 如果说要是到1987年 呃 蒋经国是吧 呃 这个他解除这个戒严令 那么也就算起来是有 大概呢 40年左右的时间 但是实际上呢 我们知道 到1991年的时候 1991年的5月啊 这个呃 当时 我国民党呢 是吧 具体这个清华大学的学生 好像是一个研究生吧 啊 然后呢 呃 引起了啊 这个清华的师生的抗议 是吧 然后呢 就是人们就是 呃 去这个静坐 是吧 然后后来呢 就是全台的这个大学生 以大学生为主的啊 也是罢课啊 抗议啊 然后呢 引起了 一个 比较啊 比较这个大的一个一个 标志性的事件的终结 也就是 在那一年 1991年 就废除了这个 城治叛乱条例 啊 所以呢 也可以说到1991年 是吧 那但是我觉得 这个标志性事件 就是这么几年吧 也就是说 四五十年的时间里边 所以我们大家要注意 台湾的这个政治斗争 白色恐怖呢 它其实 分成两部分 在最初的时候啊 在最初的时候啊 在最初的时候 也就是呃 四十年代末 五十年代啊 六十年代初的时候 呃 主要是针对什么呢 就是针对大陆的啊 这种对台湾的 这种这个匪谍案 啊 主要是匪谍案 那么这个匪谍案呢 就当时大陆 真的是对台湾 有很多的这个特务 这个是毫无疑问的啊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我确实要要跟大家讲啊 就是你不要觉得啊 就是一说起来 我们很多台湾的朋友们呢 可能一说起来都会说啊 这个呃 白色恐怖时期 是吧 台湾人民呢 是吧 怎么那个反抗这个 国民党的这种啊 专制呢 这个残忽的统治 但是实际上 哎 我我得这么说啊 哈哈 呃 你大家也不要说 我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说你没有在台湾生活过 你没有经历过 你没有亲人呢 遭遇过哈 那种啊 白色恐怖啊 然后等等 所以你才会说这样的话 呃 可能也有这个原因吧 是吧 呃 那么但是啊 我确实也要跟大家说 在当时来说 共产党的确是 在台湾有大量的特务 有些特务就是早就有了 哈哈 早就有了 就是在1949年 这个迁台之前就有了 就是共产党已经就 呃 有这个派到台湾去的 还有从大陆啊 因为当时有些台湾的热血青年呢 来到大陆来抗日 然后抗日抗日 结果也没有 没真正的抗日 反倒投破了共产党 然后被发展成共产党员了 然后带着任务回到台湾 然后还有一部分是什么呢 是呃 假装这个跟随这个 签台的国民党的这个军队啊 学生啊什么的 然后其实是潜伏的特务啊 这个隐藏的 然后呢 跟他们回到台湾 呃 这个这两种都有 的确的确是真的啊 为什么呢 我有证据啊 不是我这边随便说一说啊 在大陆有这么一本书 这本书的名字 我告诉你们 你们听了这本书的名字 你们就 你们就恍人大悟了 这本书的名字就叫做 血沃宝岛 中共台湾英烈 这个他也不是秘密了啊 他他那个时候几十年前是秘密啊 他现在他就不是秘密了啊 就是讲了呃 比如说像这个啊 很多事件 很多事件啊 里边像台湾讲到的那些被杀害的人啊 什么钟浩东啊 是吧 什么吴时啊 什么朱峰啊 什么李苍将 陈宝藏 他们都是共产党员 还是真的是共产党员啊 他们真的是替共产党办事的啊 就是说 说实话 如果不把他们的这种啊 这种活动啊 就是扼杀住 那万一台湾真的是啊 就是被这个大陆最后攻占了 呃 台湾人民你们的民主也就不可能到来了 你知道吗 呃 呃 真的 极有可能到到来不了了 有的 有的台湾朋友可能说 不会的 我们台湾人才不会像大陆人那样呢 是吧 呃 也许吧 但是有很大的可能就被扼杀了 啊 你们没有经历过共产党的控制啊 统治 你们没有经历过那个红 红色的这个恐怖 你们 哎 对红色恐怖没有发言权啊 红色恐怖我下一讲 专门讲一讲啊 那所以呢 你看啊 在这本书里 啊 就有就有这么一段话啊 这段话呢 还是2022年的时候 2022年的全国两会期间啊 共产党的这个两会期间啊 就是一个人叫王卫星啊 他作为第一提案人啊 和啊 其他党多位全国政协委员呢 他们提交了一个提案 这个提案就叫什么呢 关于持续追认在台隐蔽战线 牺牲劣势的提案 什么叫在台隐蔽战线 就在台湾潜伏下去当特务的啊 那么他说 这里安息着846位革命者 为了谋求两岸统一之路 他们将青春和生命置于血与火的淬炼之中 因为工作需要很多人只能一辈子隐姓埋名奋战在隐蔽战线 这个是就是呢 北京在北京的西山那儿有一个无名英雄纪念广场 那个纪念碑 那个纪念碑就是纪念当时啊 在台湾隐蔽战线上啊 这个奋斗的那些革命劣势 那么对于台湾而言呢 就是什么 就是共产党特务 所以说当时这个蒋介石他们去肃清共匪啊 是吧 这种这个叠匪啊 特别是在50年代60年代的时候 那那那20年里边 这是一个主要的一个工作 也就是白色恐怖的一个主要的工作 当然了这个在这个过程中 在肃清叠匪的过程中 是有没有竹帘呢 是吗 有没有这个扩大化呀 有没有这个误伤 这个单纯的就是看不惯你国民党的这个专制独裁的这个热血的人民群众和这个热血青年呢 那肯定是有的毫无疑问 但是主谋主干的确是共匪 那么然后呢 这个白色恐怖的后半段 其实主要就不是肃清什么共匪了 我觉得是一个什么原因呢 因为呢 到60年代的时候吧 其实经历了50年代 整个50年代下来 再经历60年代 是吧 那个我想台湾那些真那些共匪们呢 那些特务们呢 对大陆这个红色恐怖呢 也就啊 有所有所见闻了 你也就知道 它到底是个什么货色了 是吧 你也听闻了 大陆怎么搞土改 是吧 然后怎么搞这个公私合营 是吧 然后怎么搞这个文化大革命 是吧 你想1966年文化大革命就发 就就已经全面开始了 也就不要文斗要武斗了 已经是吧 所以说 已经呢 认识到原来呢 他们所向往的 这个红色的江山 是吧 红色的政权 猙獰起来 是吧 比这个白色的这个政权 还可怕 吃人不吐骨头渣 而且呢 你像当时呢 有很多大陆的人呢 逃往这个港台 是吧 你像张爱玲 是吧 从上海逃往香港 50年代初 是吧 像泥匡 是吧 一路狂奔 是吧 从这个内蒙 然后奔袭 到江苏 到上海 然后也是逃往香港 所以说这个 其实呢 肯定都是有影响的 因此到60年代末的时候 台湾呢 那种 就是说 还向往着 红色政权 是吧 还想着 这个 这个共产党 解放 解放台湾 那时候 共产党国内 已经乱成一团刀了 争权呢 都在 都在夺权呢 是吧 也顾不上了 更何况呢 1950年 这个 6月 是吧 这个韩战 国际上一般叫韩战 是吧 那么 这个 大陆一般叫 抗美援朝 抗美援朝 你看看 实际上 这个韩战呢 是什么呢 是联合国的军队 是吧 然后 可是在中国大陆的宣传 一直就叫 抗美援朝 就说是美国入侵了 美国入侵了 那么 所以说当时呢 美国发现呢 这个 对台 是吧 或者说对中华民国 或者说对国民党 是吧 这个政策要调整 于是呢 就派了这个第七舰队 入驻了这个台湾海峡 是吧 然后呢 也就防止呢 是吧 既防止这个大陆 去攻打台湾 是吧 也防止呢 这个台湾 你在这个反攻大陆 是吧 当时蒋介石 也是一心想着反攻大陆 嘛 所以就是维持了 这个两岸的这个和平 当然主要是防止大陆了 但是大陆当时呢 就是把所有投降的 国民党军队 是吧 全部都调到那个 朝鲜那边 冰天雪地里 是吧 这个 战死的战死 冻死的冻死 饿死的饿死 病死的病死 哎 这个是后话 今天就不多说了 那么 所以说呢 当时这种形势啊 无论是台湾 啊 这边还是大陆啊 都都自己呢 你内部都搞不清了 啊 大陆呢 啊 什么彭德怀 什么朱德 是吧 都是毛泽东的敌人啊 他们都在夺权了 是吧 也就不琢磨着什么 这个攻打台湾了啊 啊 那么所以说呢 这个特务这个 这方面啊 共匪啊 这个这个 这条线 在台湾 这个白色恐怖 就弱下去了 不是说没有了 而是弱下去了 然后呢 台湾内部的啊 就是呢 像 你像雷震案 就1968年 是吧 像这个 嗯 嗯 白洋的大理水手案 是吧 就是是这个1979年 是吧 啊 然后呢 像李敖啊 什么美丽岛事件 啊 白洋呢 白洋的是 1968年还是1979年 反正差不多吧 就算了 这个不重要了 美丽岛事件 好像也是1979年 啊 是吧 那就是说 就变成了一个什么呢 就变成了一个 台湾人民啊 呼吁民主啊 反对一党专制啊 其实怎么说呢 就是呃 50年代 60年代的时候 有没有这个呼声啊 也有 雷震他们一直都 都在做这个工作啊 但是就是 那个那个时候 他不是一个 呃 不是一个主要的 最重要的白色恐怖 那个时候是 呃 前20年是针对 匪谍的啊 针对匪谍的 那么 后来这20年 就主要针对叛乱了 是吧 你这个叛乱就是什么 你们想 你们还想成立反对党 是吧 你们还想立党 是吧 哎 那那国民党就是呢 一直就是想着 要惩治这个叛乱 是吧 哎 你们要民主 要自由 是吧 啊 那国父答应吗 是吧 孙春山答应吗 是吧 这个蒋总统答应吗 啊 那么就是变成了这样啊 就是为这个为主 也就是说 国民党当局就是主要致力于 去镇压这种啊 就是想着 成立反对党啊 想着呢 就是和国民党抗衡 然后想着阻止你 这个傅传子 加天下 是吧 哎 那么实际上我们就会看 看到呢 台湾人民的抗争 所以从这条线上 你也可以看到台湾人民的抗争 台湾人民的抗争 可能最初真的是台湾人民 真的是会有很多人 无论是从大陆去的 还是本来在台湾的 是吧 还是台湾的各个民族 是吧 可能真的会有一些人 他对红色政权啊 有一种向往 是吧 不了解啊 认为呢 就是 你就甚至像年轻时候的李敖 都是那样 是吧 认为共产党是好的 是吧 可是后来经过啊 这个共产党大限远行 执政之后大限远行 那么很多人可能也意识到了 共产党也不能 也不能拯救我们 是吧 他也不是个什么好玩意儿 然后国民党呢 我们还继续要对抗他 不能让他一党独大 一党独大下去 国民党就是一个 小号的共产党 是吧 所以呢 我们要追求民主 追求自由 我们要成立新的党 我们要反对你的 这个 这个几连任 是吧 我们要反对你 父传子家天下 然后推进了台湾的民主 最终呢 我们知道在蒋经国 是吧 蒋经国这个 是吧 把这个台湾 也就是终结了 终结了这个 家天下 终结了这个一党专制 是吧 然后到这个 什么 李登辉 陈水扁 一路走下来 是吧 所以呢 我们说你看台湾的这个历史啊 就是这个 在台湾人民对抗这个白色恐怖 对抗这个国民党白色恐怖的这个40年间 我们能看到台湾人民呢 就是为了他们自己的自由民主 为了建设一个更好的国家 是吧 为了能够成为这个国家的主人 他们前仆后继 浴血奋战 一代又一代 这个英勇献身 始终不停歇 当然呢 这里边也离不开这些知识分子们 是吧 还有呢 就是有宗教信仰的这个一些团体 那么当然也离不开呢 这个国际社会上的一些力量 包括呢 就是说国民党当时发生了这些 什么228事件呢 澎湖713事件呢 什么什么雷震案呢 等等这些案子呢 这在国际上也都是有影响的 也都会受到一些谴责 受到引起一些关注 那么所以说台湾人民能够有今天 然后呢 这个奥利于世界民族之林 成为一个 这个备受世界尊重的一个国家 台湾的护照 是吧 你拿出来 那你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护照 那个含金量是不一样的 是吧 所以说这个 Republic of China 是吧 就台湾的护照嘛 是吧 那真的是一个啊 这个 如果我们非得要说 是这个 怎么说 非得要把他归到中华民族来讲的话 那他也是中华民族之光 之荣耀 那么 离不开台湾人民 一代又一代的 这个艰难曲折的 这个斗争 如果往前追溯 我们想想 在晚清的时候 把他归到日本的时候 人家台湾就兴起过一个台湾民主国 对不对 就有这种运动啊 然后呢 就在对 对抗呢 什么 这个 荷兰西班牙的殖民统治啊 是吧 对抗呢 这个 民政的统治啊 对抗这个 清廷的统治啊 是吧 对抗这个日寇的 统治啊 对抗这个国民党的统治啊 是吧 对抗的共产党的 这个现在的这个威胁呀 恐吓呀 这个 这个诱惑呀 等等 台湾人民始终都在前进 从来啊 没有放弃 没有投降 没有倒下 而是活成了如今为世界所瞩目的样子 真的我非常非常的敬佩台湾人民啊 感谢你们 感谢你们呢 就是展现了 就是啊 我们往前追溯的话 如果非得要说华夏文明的话 是吧 因为怎么说还是文字啊 语言啊 是吧 我们确实有相似之处 是吧 让我们能够看到啊 这个 即使是黄皮肤 黑头发 黑眼睛 使用方块字 仍然还是可以进入到现代文明的 然而 这种现代文明 真的是在 所谓的传统文化里边滋生出来的吗 生长出来的吗 那如果是的话 为什么在海峡的对岸 中国大陆就到现在还没有滋生出来呢 是吧 那么中国大陆的人民到底都经历了什么呢 除了70年的红色恐怖之外 中国大陆的人还承担了哪些呢 他们的文化和台湾的文化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我下一讲 我再讲 OK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转发 如果呢 有台湾的观众呢 希望你们把我的节目推荐给更多的台湾的观众啊 祝福台湾 也祝福中国 祝福我们所有的人都能够呢 进入到文明的世界 见到那光 那光是真光 照耀世界上的每一个人 祝福大家 哈利路亚 欢迎大家赞赏我哦 欢迎大家赞评论转发